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8月16号礼拜三 那么台湾股市呢 今天呢早上呢 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观察的重点是 早上开盘呢就是开低 那么当然关西道呢 也就是美股 昨天有做一个拉回 拉回整理很多股票都拉回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档股票 它还很顽强的在那边对抗 非常的抗点 它就是挥打了 那么挥打8月23号 要公告它的财报 所以呢这是下礼拜的事情 所以短线上的AI概念股 到底怎么走 从今天AI概念股的走势 来看起来有点分歧 我记得我们昨天是在 我们东森的这个股东前潮的 这个盘中有做解盘 那主持人佑达他有问我问题 那有关于AI的走势怎么看 那另外呢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 我说昨天其实我们在这个 在解盘的过程里面 有跟大家讲过 所以AI要去看的时候 我们去看它一个叫做精神领袖 所以AI的精神领袖是谁呢 那就是广达 那为什么是广达 这个大概我节目当中 也有说明过了 但是我们从今天 整体的AI族群的走势里面 来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看一下广达 他今天走势 先首先先来看目前 从今天早上的开盘 他开盘怎么开呢 他开始开低 对哦开低吓死人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 AI昨天气势非常强的 包括赤源昨天拉上掌停板 所以你去看的话 代表是昨天的灰达涨了7% 带动了所谓的AI概念族群 做一个反攻 那么反攻气势能不能持续 等一下那是反攻还是反弹呢 当然我们在讲 因为连生会反弹嘛 那反攻必须要有个气势 不断的延续这样才能够叫做反攻 好有些在反弹 有些在反攻 所以为什么广达会是 AI的精神领袖 我们先首先 先来看AI的定义 如果我们知道AI的定义以后 我们才会发现 如果我们要从AI的本质去看的话 你跟AI的连接度要非常的强 那首先如果回到国外的股市来看的话 无非我们要看的一定是广达 美超伪 那甚至看超伪 但回头一定是先看 灰达 对不起灰达 美超伪 超伪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回去看灰达的话 那么谁跟灰达的关系会比较好 比较密切 然后我交了很多单子给你去处理 而且在广达 我记得我们蛮早以前就做了这么一集节目 当时的广达的股价是在200块以下 对吧 没有错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广达最近的走势 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领袖 请大家先看 重点会在哪里 各位 还是回到这个重点 我们的大盘是弱势好不好 那弱势就是代表说我们现在回测 回测哪里呢 回测这一条已经 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季线以下 所以会回测什么 回测半年线 到今天我们拉了一条下引线 我在录影的过程里面 因为早上我曾经灌了150几点 然后呢 但是他指数有做收敛 所以于是乎 要回测的过程里面 他拉出了下引线 代表下挡的支撑还不错 所以基本上还守住了所谓的半年线 但是我们看一看 季线盖头在这 月线在这 好那等一下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我们回去看广达 你有没有发现 好那广达 对不起我们有看到半年线在哪 对不起看不到啊 看不到半年线在哪里啊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看哪里呢 这里是季线 所以他并没有去回测季线 而且重点在 我们所看到的月线 这边有跌破立刻站起来 而且进行反弹 有没有 但是虽然反弹 这边你看到是黑黑 不过今天你所看到的重点来了 他持续在网上 到底谁在买广达 最近这两天 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的外资人就站在卖方啊 我现在跟大家讲 昨天外资站在卖方 所以你去看 我们的融资有没有增加 我们的融资反而增加 各位 那么融资不是该减肥吗 所以呢 融资呢持续的往这个广达这边 身上都开始在做买进 而且这位阶也并不低 我先讲 高点在271 大家都心里想一件事情 到底广达的271 有没有办法突破 就今天的行情来看 这属于一个上下整理的震荡的行情 但是这个广达的AI的精神领袖 今天的股价还稳得很呢 现在目前还上涨11块 那么成交量能呢 成交量能大约会比昨天再大一点 可是来了重点来了 稳 奇怪我们大盘在反弹的时候应该带量 那这个量 那量 请问量跑去哪里了 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成交量 大概到收盘 是不足3000亿 我现在跟大家讲不足3000亿 那么不足3000亿呢 你就会发现最近呢 我们的量呢就开始缩了 从3200 然后到299 然后不足 不足3000亿 大概是2800 2900亿左右 在下档的过程里面 它反而没有出现大量 但是呢 现在就是看个股本身的筹码 到底稳不稳定了 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第一 新台币的汇率 跟外资的走向息息相关 好吧 那你说新台币会不会一直很弱很弱很弱 我倒不这么认为 但是呢有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昨天 其实我们在股动前朝的这个最后 因为没有时间讲 有谈到一件事 就是谈到 昨天主持人有问我 说那个建顶 那个队长是建议 该怎么操作 建顶是8月16 也就是今天他要 他要配发他的股息 股息给大家 所以你今天应该领得到你的股息 那建顶配7块多 对吧 那好 当我领到股息的时候 我怎么做呢 那我有可能 如果我是外资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有可能会汇出 所以以建顶的本身来讲的话 我领到的股息 我是有可能 如果是外资 我有可能汇出 那基本上我还是采取保有美元 那好 那可是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我领到股息之后 我有可能是留着 或者甚至我未来还要继续买股票 我假设你有十张建顶 或其他之类的 好吧 那建顶可不可以留 这是昨天他所问我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用 用股票来换钞票 还是用钞票再来换股票 再来买股票 意思是建顶还可以买吗 还是说我们要把它变成钞票 把它卖了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个筹码的关键 建顶今天打到哪里 168.5 问这是谁卖的 这不知道谁卖的 第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卖呢 因为大盘今天早上不好 不好所以就卖到最低 是168.5 可是呢 他卖到最低以后 他没有再往下灌 他居然又拉了上来 来各位请看 拉上来 结果翻红了 来到了178.5 各位 从168.5到178.5 这里面的价差有10块 10块钱 所以他现在又稳在平盘的位置 所以你进去看筹码 你会发现什么关键点 这关键点给大家看 这是大概昨天你也看过 我们请大家仔细看 从这个阶段到这里 这边叫做投信 这投信都不断的在买 包括昨天投信有没有在买 各位昨天投信还在买吗 我跟你讲 那现在重点来了 如果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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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们什么融资要卖 外资要卖 都一样 我就是一直买 在一直买的情况之下 各位那妙不妙 你所看到两个短期均线 它现在股价都在这个位置 短期均线我们看的就是5日跟10日 然后现在的月线在这个位置 你想想看我离月线这个位置 不要讲季线 也就是短线非常强势 所以为什么要强势的比较 你去比较大盘的走势 所以各位 短线上股价 它维持强势 站在短期均线上 它就是很强势 所以你去看 强势一定有它的理由 筹码一定比较稳定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半年报不是已经公布了吗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形容一件事情 当半年报公布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 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股票提值不错的 而且关心到的是 我的股价如何的走下去 那当然 过去形容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灰达会带领着AI去往下走 可是灰达还有必须要一个时间点 它那个时间点会来到下个礼拜 那么看到财报以后 我们才会比较放得下心里面这些疑虑 那么可是短线上回答相当抗跌 不是吗 那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AI理论上也应该抗跌 可是它会形成个股表现 这是我刚刚所讲的 好了 那重点来了 难道我们这种AI可以买吗 我跟你讲 看起来 盘面上好像真的是如此 为什么 但它是个热门的标的 所以在里面当冲也罢 或者我们在里面卡住的股票 我们大家都相信 AI有机会再上来 因为我如果卡在里面 我当然相信这个AI 如果我今天是没有AI的股票的话 我们也不用去相信 说AI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都不用 因为你们就没有期待 那请问你没有期待 请问你要买什么 我不知道我要买什么 这个短线上我也看不出 到底什么股票 现在有机会进去 而且它会有机会大涨的 来我要跟大家看 我要看什么呢 那今天能够大涨的股票 请问他们凭什么 第一个你所看到的 今天都叫中小型股 我现在讲一次 这是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在今天这种盘式里面 记得只要大盘成交量说 你要出来表现的一定叫中小型 基优股 要加一个基优股 那问你不基优 没有题材 涨不动 好不好 涨不动 也不够热门 好了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见准 这个中小型股的标准股票 因为它的散热族群 我们过去形容过一件事情 散热的重要 它有一次突然就是严重的拉回 那是来自于所谓的 大家还想到那个超导体吗 现在大家还在谈论吗 因为韩国的那件事情 后来被证实说超导体还是不可行 所以当时的超导体呢 是严重的影响到散热 因为如果超导体可行的话 那散热就完蛋了 因为不需要你了 好吧 那没有好吧 没有那我就回来 所以散热跑不掉 如果谈到AI 大家所有想到伺服器啊 资料中心啊 这些所有的散热的这些东西 好了 难道只有 只有AI伺服器需要吗 只有Data Center需要吗 问一下 难道车用不需要吗 如果用见准的本身来看 各位你要知道吗 见准的本身 最早就是车用的散热风扇 所以打进了各大车厂的散热风扇 这个是 以它散热风扇来讲 是见准的基础 后来开始转进了AI的领域 那么我们大家来想一件事情 对后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是不是今天 我在AI的领域 在IT的领域 可以这样的发展以后 我达到这样的一个题材 我在车用的部分呢 我也能够发热发光 各位你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车用的这些风扇它会消失吗 根本不会消失 好吧 你也没办法又取代它 所以当车用的东西开始增加以后 对这一些所谓的概念的股票 它除了AI的加分 它本身就还有车用 在其他应用方面呢 它本身就保有 它原本的这些元素在 所以我就会开始慢慢去发掘 说好吧 那存有这种元素的还有谁 因为他们叫二线股票 如果你看前面的双红旗红这一类的股票 它股价曾经都大涨过 可是现在都面临修盛 每一个股票呢 它现在都是怎么样 它上档的好像都有压力 那我要去突破它还需要时间 但是重点来了 你再怎么看 比如说我看旗红 你再怎么看 跟加权指数来比较 大盘比较 人就是怎么样 比较强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定会开始找这种 比较强势的股票 这一些族群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我就会慢慢看出一个端倪 为什么呢 见准今天攻上涨停 问一下 半年报出来以后 见准的它这个表现 是不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那如果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为什么今天突然 砰一下就开始往上攻了 那么理论上是大盘间不好 可是你看成交量也是出来了 好吧 它攻涨停了 来注意看 那见准的高点在哪里 见准的高点在155 那有人会问 大家会问 那如果我有见准 买在150 那现在143块半 我是不是有机会解套呢 最近我们常会碰到这些问题 我手上有什么股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 这关键点你非看不可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为什么要非看不可呢 为什么 我先找一下 老婆等我一下 我先找一下 来 产业先锋队的 各级的节目的主角 你知道见准在哪一集吗 见准那一集叫22集 每七天会有一集 那个每七天就是每一个礼拜 那么每个礼拜六 晚上六点钟 我们会播新的节目 会谈到产业 会谈到主角 它是第22集 所以我们现在到第几集 我们现在到了42集了 我们就每七天一集 你就想一下 问 请问见准 那时候我们播出的时候 它在几元 它的股价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回 回头来跳到见准 所以呢 我们就回推 它在那时候呢 我们在缩小 一定要缩小 不缩小找不到那档股票 它在那时候大约是多少钱呢 我跟你讲 大约大概四五十块吧 然后它涨到了155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放在YouTube 所以YouTube它会不断的重播 你有一天会看到见准 它可能已经涨到哪里 它已经涨到100 你看到见准 我们在形容见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呢你有一天看到节目是涨到112或者是涨到120 130 140 你在140那天你看到我们在见准的第二十二集 因为它是在YouTube上嘛 所以你看到了 那我100 我觉得见准不错啊 我就去买了 买了以后公道高点你没卖 结果拉回来了 然后你说哎呀 怎么会这样 等一下 那我问你 四五十块你觉得见准会涨到150 你绝对不会觉得 而且你会觉得见准如果涨到七八十 已经是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任务了 对吧 我就说2023年出现了非常多的奇迹 就这种的散热的股票的 25亿的股本的中小型的基优股票 它居然能从四五十块涨到150 你讲涨两倍嘛 涨三倍好吧 那既然如此的话 它会不会拉回到四五十块 我那问大家一件事 它为什么要拉回到四五十块 它们都已经垫高了 所以呢理论上在高档的时候整理以后 它要看它后面整个的产业的发展 还有它本身的内容 还有机会 是不是创高 还是它会直稳在这个位置 就要看后续到底有多少人对它有兴趣 也就是筹码的关键 不是吗 好吧 那各位它就来了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我来讲给大家听 你会明白 好 那既然你看过这样的节目 那我开始要找了 那你看过这样的节目 我们过去拿很多字卡给大家看 这是散热概念族群里面的一群股票 不是所有的全部 但是我先给你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也包括了见准 包括像泰塑 建车 原山 这一类的股票 好等一下 我开始再找一下 那让我再找一下 导播 这个先先跳掉 让我再找一下 我来找一下这个字卡 好 开始怎么找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广基你曾经看过吗 广基曾经看过 好了 乔薇你也曾经看过 来我们就回到这一页 这叫MNCI的全球小型的指数的 新增的成分股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有谁 见准 乔薇 广基在这 好 我们先抓这三档股票就好了 见准现在亮灯 对吧 广基 广基我们在盘中节目讲的超多的 因为我们讲的是工业电脑 IPC的部分 乔薇呢 其实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讲 尤其在半年报 出来之后 是超越了去年的全年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就在看这个乱世里面 我们看这一群股票 这几檔中小型股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去看 第一个 见准它工上涨停板的 确实没有错 它是新增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好 我们要发现 到底今天谁跑去买见准的 尤其又在这个位置去买 大盘正在震荡 拉回整理的情况之下 那好 那见准已经涨停了 刚刚讲过 散热无庸置疑了 会往下跑 那我们就要去看说 那还有什么股票呢 注意 来注意看 这边来注意看 来 这个是广基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主要的客户是Fortinet 那Fortinet的话 这个东西它跟伺服器相关 而且它走的是资安 这家厂商它大厂商 Fortinet 好 那知道这个关键点以后 我们来想一下 它今年的这个 因为字卡没有改 因为 这个是上半年报还没有 上半年报是3块多 我记得是这样 好了那既然我现在入列了 入列到这个 所谓新增成分股了 我们就要看短线上 它的股价 到底有没有所表现 盘中我记得 我在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应该还在104 105 我们今天早上有直播 早上有直播 然后我跟大家讲 现在重点来了 这是我长期跟大家讲的 我说这类型的股票 它只要来到两位数 也就是跌破100以后 请你注意 我们来看短线的K线 好 来K线来请大家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最高点在这个位置 好吧 108是不是 连续三天不过 108 108 108 高点不过 来了以后 开始拉回 跌破月线反弹上来 跌破月线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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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短线上呢 它都在哪里 你请你看一看 到今天它股价的位置呢 在短期均线的5日10日 跟月线之上 所以这条叫季线 所以如果我们再重新来温习一下 我们跟大盘的比较 它是优于大盘的 没有问题 好 那优于大盘呢 我们再回来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个筹码结构的变化 请大家仔细看清楚了 你们有很需要买股票吗 我在问的是头信啊 请问这头信你在干嘛呢 你看看这个所以根 cancers 这个代表都是买 买买买买买买 最凶的是谁 自营商 再来外资 再来融资 再来你去看投信 他很默默的耕耘 默默的耕耘慢慢的收股票 我慢慢的买 我慢慢的买 我问他 我想问一下投信 请问你们这样子买的原因是因为 要做账吗 你还要任养股票吗 还是说你觉得在这个行情里面 大家不要我要 以后你们都别想要 为什么别想要 股本又不大 20亿的股本 我们怎么去比 比什么 我比那个200多亿的300多亿的 更不要讲我们比台积电 来给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我们讲的 AI晶片的最大受惠者 理论上是 沙烏地阿拉伯那些土豪的国家 他们说我们要大举的去买 没关系 你看你多贵我都买 我都要 我最后还要生产晶片 给这些所谓的土豪们 那么他们到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是个趋势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AI最大赢家将会是谁呢 将会是挥达 那台积电会因此受惠 台积电也会呀 但重点来了 我不能因为我AI这边有受惠的情况 但是我可能那边会拖累我 所以他会有一个平衡 所以他不是说我一边 我翘一边说 我AI这边走 我说我大富大贵了 没有 而且我股本是2593亿的台积电 所以代表什么呢 我筹码众多嘛 好不好 代表什么 我外资很多嘛 所以我同时也是外资的提款机嘛 不是吗 当台积电好的时候 那肯定是外资大举加码台积电嘛 所以你去看 台积电弱势的时候 我们的大盘不是长这个样子吗 而且台积电的弱势是比大盘还弱啊 大盘在测半年线啊 我们台积电已经跌破半年线了 所以 但这个情况之下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一些股票会上来啊 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这个好不容易等到中小型股表现机会了 因为大家前面在炒热的时候呢 法人也在供 融资也在供 我现在终于什么 可以开始了 投信有表现的机会来了 那各位 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股市的现实面 所谓现实面要买对股票 当我买对股票的时候 我这边有法人 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 法人在这边 我就根本你都不要动 而且你就先买好就对了 怎么买呢 两位数以下先买好 你就放着 我先假设 我先假设 各位 我假设一个情况 你是我的队员 各位请听好 如果你是我的队员 我会请你在99块多去买广机的话 我问这个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你的广机现在有没有赚钱 因为他来到107 107我今天盘中节目 有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状况是理想的话 他有可能会怎么样 你去看我今天的盘中节目 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当时我在预测一件事 因为他高点在108 对不对 他今天有可能 因为他前面被他突破了 这个反压被他突破了 而且是带着量能上来 而且你看这个筹码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他们都没有卖 他都没有卖 所以我现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我很有可能要去测这个压力区 那这个压力区其实在这边的筹码还并不多 所以我如果来到108 我可能会碰到一个震荡的情况 或者在之前会碰到一个震荡的情况 可是到最后收盘 我会没有机会去突破它 我认为他有可能会突破 关键点在哪里 第一个我的获利层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已经被新增为 这个全球的小型指数的成分股里面了 就像我们在看见准 它的模式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见准能够直接去拉涨停 它的力量会来自谁 它不会是散户 它绝对不可能是散户 散户我去拉它涨停干嘛 你涨停我搞不好要卖掉你 对吧我还做短线 今天有没有人做短线做这个广基 我认为是有 所以它不见震荡 然后碰到前方的压力区 所以我认为这几天你可以去关心一下广基 它未来走势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 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的行情很不好吗 所以不能做股票吗 谁说的谁有规定说 我们行情现在很烂 所以我们通通不要做 我们就用看的就好了 谁讲的 不然我们的台股哪有那么多 当充的 当充的伙伴们 小伙伴们 你们在那边当充 所以每个人的安全帽上面都会有编号 编AI 编什么 所以你进去冲的时候 你进去冲的时候 像昨天那种冲吧 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 昨天很多股票都开高 昨天AI很多股票都开高 那你到底要冲什么呢 对啊 你说我反向 反向 我那边先放空以后 我再拉回来回补 可是昨天空间也不大 所以等一下我问大家 那既然我们的量能是缩小的 是不是代表当充量也减少了 大盘今天预估量不到什么 不到2900亿啊 所以呢好吧 那大家就去保守 保守有这个好事啊 保守确实是好事 所以接着你看 到底可不可以做啊 第一个我还是要回到原点来看 精神指标 请问你是不是占得好好的 没有错 广达占得好好的 所以我不管其他股票到底会不会往上跟 但是重点是每一档股票筹码结构都不同啊 那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那肯定要有人去开始再继续攻击什么 AI概念 只要怎么样 只要回答还稳稳的 他没有中错的情况之下 AI在目前他还在整理期 但是呢各股表现会不一 我在跟大家讲 各股表现不一 为什么 因为AI的纯度不同 所以你去看伪创哦 伪创哦 如果你去短线上去看伪创 你就会发现 伪创跟广达的K线确实长得不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给大家看 因为这条叫月线对吧 虽然跌下来是有人去买 但是重点是 他还没有跟广达一样强 但伪创至少他直稳了 对吧 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伪创是个热门的股票 所以当中比接近七成 哎呦 将近七成的话 那他有办法涨吗 大家在心里想这个问题吗 但没关系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慢慢往下看 那些体质好的 我过去曾经介绍过 那种优质的股票 他就会突然 蹦放量 蹦拔起来突破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8月16号了 也就是我们8月份 已经过一半了 而且重要的关键点是 财报都已经公告了 财报公告以后 我们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关心一下我们手上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未来 那我认为了 那以下我今天 我在这边跟大家所报告的 散热族群里面的 见准又开始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见准 因为他没有创高 因为大部分的散热族群 都是拉回来以后 那么见准它是当个标杆 因为二线股票冲上去以后 它这个标杆上来以后 我们就重新view一次 为什么要这样重新view一次 你一定会找到某些重点 什么重点 刚开始先进光在那边猛冲 有没有 因为刚开始公告的时候 先进光开始冲 那我们回头看先进光 它的整个基本面 请问 如果我们从里面再比较的话 它前进光有特别优吗 你一定会找到更优的股票 你一定会找到更优的股票 所以这是一个参考性质 但是我跟你讲 有些法人就会从这个参考的名单里面去下手 因为毕竟现在半年报都发布了 那你有第二季的 如果你的获利层面拉高了 甚至你在下半年 你很优异的表现的话 那么我们预测在这里面 还会有股票再往上攻 还会除了见准以外 还会有股票往上攻 那至于是谁呢 我刚才已经大概说明了一下 你去观察一下 到底今天尾盘它有没有办法突破 它如果突破上去的话 它等于就创新高了 那我觉得它会碰到压力 会在那个位置 那我也不担心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我股本并不大 我们大家来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股本不大筹码不乱 在这个情况筹码经过开始集中 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里 我们讲的法人 三大法人到底集中在谁手里的话 最后就看谁胜利 那么就看股价了 我刚刚看到一档中小型股 亮灯涨停的 我每次看到这种股票 我都会想到我的手机 那就是叫做折叠机 折叠机的轴承 轴承的看的话 当然第一个我们去看三星 中国有很多的折叠机 但未来苹果如果发布折叠机的话 那更妙了 那这个照例就是跟折叠机有关的 轴承的部分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莫非它有可能会涨停 那它如果涨停的话 那我就会发恭喜会员 亮灯涨停 希望它会涨停 因为我在盘中有跟大家报告 我说它可能会突破这108 你如果没有看盘中麻烦 大家看一下 今天礼拜三有盘中直播 盘中直播怎么看呢 我再教大家 有任何的股票问题 麻烦各位请在line里面留言说 我这什么股票我买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留在这里面 还没有加入line好友的 请你先扫描QR Code 加入line好友 把你的股票问题留在里面 我会帮你看 那你说你有盘中节目 对哦 那如果你不知道 我有盘中节目的话 代表你是看东森的观众朋友 那么我先告诉大家 请你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它会连接到YouTube 这个宇凡队长的官方频道 请你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么盘中节目你可以看到 我会贴盘去讲 因为盘中在几时 10点钟 早上10点钟 135早上的10点 我们有盘中直播 是10点钟到10点半 然后呢 还在什么时候呢 礼拜二礼拜四呢 我会到东森去鼓动前朝 大概10点40左右 到11点这个区间 我们会在盘中里面结盘 这个会在东森的鼓动前朝 是礼拜二礼拜四 好吧 那如果你要看盘中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的话 这QR Code一定要扫描 那扫描进去呢 要按订阅 好不好 所以呢 哎呀 109了 那么 这有机会了 因为已经突破了 这个突破有没有带量 有 好了 那代表说广机 它的高点出现了 好吧 那那是在我们的预测的里面 大概是这样 好 过去了 过去就看 今天是不是有个最美好的状况产生 直接 咻 亮灯 会不会这样子 等一下再来看 因为 我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不能再一直讲了 不然导播会把我卡掉 好吧 那今天是8月 8月16号 接着往下走 我不认为这行情很差了 各位记得一个关键点 当我们每次整理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有股新的力量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AI领军 但是要其他股票来当刺激 我们会有新的思维 但是AI股票还没走完 它只是在整理 就是这样 有没有希望 有希望 真的 祝福大家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则审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